非常多的同学和家长都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到底是本科毕业在美国就就业 还是我读完硕士在美国就业 哪一种在美国能拿到H1B的机会更大呢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美国的移民局在2022年 所有通过H1B的数据 这里有一个年龄分段 首先低于20岁的人是一个 基本上没有 20到24这个年龄段 拿到H1B的人呢 一共有10600人 25到29这个阶段呢 有11万1100人 30到34这个阶段就更多了 是有14万3000人 35到39个阶段呢 有11万人 所以呢就可以看到 本科毕业的这个阶段 在20到24这个阶段呢 只有一万人成功的在美国 找到了工作 拿到了工作签证 而在25到39这个阶段呢 每一个阶段呢 各有超过10万人拿到工作签证 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呢 就是在美国 你找到工作 拿到工作签证 最大最大的可能性 还是25以上的这个年龄段 而不是25以下 25以下就是咱们的本科毕业生 那25以上呢 就是研究生 我自己呢 27岁的样子 开始工作的 就是在他25到29这个阶段 那25到35 这三个年龄段 每个年龄段 被批准工作签证的数目 都是比本科阶段要多 10倍之多 所以你的问题 如果是本科生好拿到工作签证 还是研究生 包括硕士博士 好拿工作签证 当然答案是研究生 好拿工作签证 而且好拿10倍 但在实际的操作当中 大家也知道 移民局呢 对本科的学生 只给他们一次抽签的机会 而在研究生阶段 包括硕士博士 会给两次的抽签机会 所以呢 你的抽签机会也大 要不然你找到工作 但是你没抽签上 那也不行 如果你想更好的在美国 有拿到工作签证的 那么从移民局的数据来看呢 你还是要计划 有一个硕士 或者博士的高级的学位 其实从我们看到的 留学生的实际的数字 也反映了这个问题 比如说呢 印度来的国际学生 大家知道这两年是大增长 去年比前年增加了 百分之四百 他们的国际学生呢 有超过百分之八十五 都是来读硕士的 而中国的国际学生呢 来美国的 也是在去年是 前七年当中呢 首次读硕士的学生 超过了读本科的学生 所以呢 在这个趋势 大家也可以看到呢 就是美国的硕士 比本科呢 更是有吸引力 更有投资回报比 而且它的年头也短嘛 你硕士 现在读一年半呀 读两年就能读完了 本科你怎么也得读四年 来美国读这个硕士呢 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好 大家如果想知道 美国移民局 2022年H&B的数字 整体的情况 也可以来找我们来索要 好 希望今天讲的这个数据呢 对我们一些正在考虑 要不要来美国读博士 或者本科毕业就工作 还是读完硕士工作 哪个选择 更有可能在美国拿到工作签证 好 美国学学学找后人 我是常老师 你给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 美国语博士